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 如果您在教室裡面 想要把行動裝置上的畫面 投影到大螢幕上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 TeamViewer 快速的幫我們把畫面 透過教室裡面的電腦 直接投影到大螢幕上 您可以不用購買任何其他的硬體 或是不同裝置間相容的問題 只要使用 TeamViewer 軟體的方式 就能夠一次解決 並且適用到所有的教室上 在電腦上 請您安裝 TeamViewer 標準版 或者是使用免安裝的版本 手機、平板 則請安裝 TeamViewer QuickSport 應用程式 進入到 TeamViewer 官方網站之後 您可以從右上角的下載 找到您所屬作業系統的版本 以 Windows 來說 您找到之後呢 往下捲動 預設的第一個都是標準的版本 那如果您不想用安裝的 也可以選擇往下 會有一個叫做 TeamViewer Portable 這樣的可需式版本 您只需要把這個檔案解壓之後 就可以直接執行 完全不需要安裝 在行動裝置的部分 您選擇 Enjoy 或者 iOS 都可以 甚至 Chrome OS 也有 那我們以 Enjoy 為例 您點了之後呢 往下捲動 我們只需要安裝 Quid Support 的版本 也就是 我們不需要完整的功能 只需要提供 從電腦連線進入到 行動裝置的功能就可以 在電腦上執行 TeamViewer 之後 只要輸入手機平板的 ID 號碼 就可以進行連線 第一次在手機平板上 執行 TeamViewer Quid Support 時 可能會出現如右途的訊息 需要依照不同的品牌裝置 再多安裝一個附加元件 才可以支援遠端控制的功能 否則只能與行動裝置 進行文字訊息或是檔案傳輸的功能 從電腦端輸入伙伴 ID 按下連線 在行動裝置上 就會出現是否允許 你就可以看到行動裝置上的畫面了 首先我們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如果您是在平板上顯示網頁的話 您可以看到這樣的流暢性 其實是蠻不錯的 除了使用觸控的方式操作外 其實您在平板上 當您在做縮放的時候 我們的螢幕上也會看得到 您也可以使用 靭說的 像是在平板上的話 您在平板上顯示 您在平板上 jakie看啊 您可以選擇 選按右上角的另開視窗 再透過檢視裡面的縮放到全螢幕 這樣就可以有更大的範圍來做檢視 若您結束之後呢 按下關閉 想要再打開 遠端控制的螢幕 就按一下遠端控制 就會再出現了 除了我們可以連線到平板以外 您也可以幫您的手機 當作是實務投影機 只要連線到我們的 手機上 開啟 照相機的功能 這樣 一樣可以達到 實務投影機的效果 不論是您看同學的作品 或是批改作業 效果也都相當不錯 有可否 敦ỏ 似乎 有可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